我们学习到了一些关于俄罗斯的历史 关于它的特殊的文化 还有一些教育的 全新的教育的方式 最喜欢的是历史博物馆 俄罗斯的历史博物馆 通过在这个博物馆中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从18世纪 19世纪到20世纪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所经历的一些历史性的事件 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这个国家 还有它的历史